欧洲时报特约记者银音丁一报道,近日,于2013年预队中国女留学生圣某实施迷奸,并最终自己死亡的意大利男子Lorenzo Peroni被正式逮捕入狱,被佩鲁甲上诉法院,中判6年零十个月。 意大利Umbria二次新闻网站8月4日报道,证明42岁的意大利男子Lorenzo Peroni近日被佩鲁甲市宪兵从马萨卡拉拉省,马萨卡拉拉县宪兵处逮捕后送入监狱,等待他的16年10个月的监牢生活。 2013年,Lorenzo Peroni于19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圣某,在特拉西梅洛湖边约会时,又骗其喝下毒品,欲对其施施强奸,并认其死在灌木丛中,男子随后逃走。 案件回顾,一男子饮料中摻毒品与施施迷奸,至19岁女孩死亡,综合新花网,意大利Umbria二次网消息。 2013年7月14日,在位于佩鲁甲附近特拉西梅洛湖边的灌木丛中,一群露营者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,随后确认其为19岁中国籍女留学生圣母,受害者当时身着圆领衫和打底裤。 除头部有一些他伤,无其他明显外伤,意大利警方在数小时之内张开二前一人,37岁的Lorento Peroni抓获,他被已过失杀人,及隐藏尸体等罪名指控。 据报道,该男子是一名铸造厂工人,大身无子女,来自佛罗伦法。 他与受害人士在网上认识,聊了两三个月,于7月13日,进行了首次见面。 这名歹徒趁势发难天,他开车在这名中国女留学生,到特拉西梅罗湖边游玩。 这名女生在车内突然发病,嫌疑人宣称自己因害怕而逃跑,同时也没有报警。 警方调查后发现,Lorenzo Peroni与正梦愿会时,曾让其喝下一罐餐有大伎量毒品的兴奋剂,俗称摇头玩,快乐玩等的饮料后,欲将其迷接。 但盛某在喝下含有毒品的饮料后突然不是。 Lorenzo Peroni见状却并未及时持久,而是因过度害怕,将盛某藏经幻目中后逃逸。 2015年6月18日,法院因审判决了Lorenzo Peroni犯有过尸杀人罪,宣布对其处以6年08个月的有期徒刑,并向盛某家人支付3万欧元赔偿金。 随后Lorenzo Peroni的辩护律师提起上诉,法院在2017年2月20日,对此案进行了二审判决,维持一审判法。 今年8月3日,意大利佩鲁甲上诉法院,作出中审判决。 Lorenzo Peroni最终获刑6年10个月。 女留学生刚来意大利4个月,姚依姚遇到恶魔。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,盛某与其女儿本是很良好的同学。 2012年高中毕业,盛某本来可以在中国上二本。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出国留学。 2013年3月,盛某通过图兰朵计划到意求学,当时他先在佩鲁在外国人大学学习语言,并计划在8月份前往波罗尼亚艺术学院读书。 就和盛某一同求学的同学说,这名男子是盛某通过姚依姚认识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